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中国女排 是比较恰当的 中国女排主教练从郎平到蔡斌之后 蔡斌带队的头一年 战绩一般世锦赛打的并不是特别亮眼 随后2023年 中国女排未能第一时间拿到奥运参赛资格 进入2024年 中国女排备战冲刺加速 张长宁率先回归 紧接着朱婷也做好了回来的准备 中国女排启程 开始了世界女排联赛之旅 三战 巴西 澳门 香港 中国女排整体来看 打的是越来越好 第一战巴西 中国女排先是3比0击败韩国 随后3比1逆转击败美国 这场地赛打的不错 但是随即又1比3输给加拿大 球队的起伏让球迷担心 最后一战 女排3比1击败塞尔维亚 第二战在中国澳门 中国球迷的不满意是最大的 先是3比1战胜荷兰 但是随即1比3输给日本女排 当时国家队在积分上和日本队差不多 球迷都担心 中国女排拿不到奥运入场券 紧接着 中国女排在3比0击败泰国后 又0比3岁败给意大利 当时朱婷状态也在慢慢调整 中国女排带着起伏的状态 来到中国香港 这一战应该说是中国女排打得很不错的 先是3比0击败保加利亚 随后3比0打败德国女排 第三场比赛荡气回肠 中国女排0比2落后的情况下 3比2大逆转 击败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土耳其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让中国女排的整体士气 战斗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昨晚中国女排又3比0击败波兰 在中国香港战取得了4连胜 在世界女排联赛 全部三战12场比赛中 取得了9胜3负 还算不错的成绩 朱婷状态在渐入佳境 吴孟杰是最大发现 李盈盈一如既往的稳定 袁新月加王媛媛的副公组合已真成熟 自由人王孟杰打出了当年林立的风采 二船凋零雨 接应龚翔雨也都非常出色 中国女排拿到了巴黎奥运入场券 几个球员接受采访都表示 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上站上领奖台 这个目标是非常切实的 2016年里约奥运之前 郎平接受采访也是表示 希望中国女排冲击奖牌 结束了中国香港战比赛后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出发前往泰国曼谷 参加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我们的第一个对手就是日本女排 在澳门战1比3输给日本后 球迷希望中国女排打一个复仇战 其实以整体实力和能力来看 中国女排是完全能够大胜日本女排的 过去多年中田九美带队时 中国女排就连续大胜日本 这一次在泰国 球迷盼望国家队能够再锻炼一下其他球员 比如郑逸欣 高一等 同时也争取击败日本 并随后打进半决赛乃至决赛 第一个对手 我们下期见 这一位对手 然后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